祝大家新年快樂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心想時食 和萬事願意 年年有餘 大吉大利 恭喜恭喜 和大家擺臉 是的 又是時候教大家這個化妝了 我教大家化妝 有一點暖色 是金光閃閃的 最重要是化臉 有一點寒妝的感覺 那我今天會用什麼呢 會用一盒眼影 有這個眼影 還有這個 眼線筆 還有這個唇膏 化這個妝 首先我們現在先用BB Cushion 因為我今天用的妝要有透薄的效果 所以我會用BB Cushion 那我已經塗了個Base 上BB Cushion 這個BB Cushion 就是比較薄 和平時我用的不同 這個妝容很薄 然後光打下來的時候 這些位置就好像 有一點點亮亮的效果 看到嗎 對呀化妝一定要塗Base 才可以定妝的 然後 今次就直接用這個 來做這個 concealer 遮蓋大幅度 然後引開 好了 我就擦胭脂 今天我就用Fraise這個胭脂 之前這盒 胭脂幫我都用過 我今次想做個自然變的效果 那首先呢 我就會用這個橙橙的顏色 先用兩隻胭脂 去做那個效果 那現在就是橙橙的顏色 你見不見到嗎 因為是近夏天 還有我就覺得橙橙的顏色 然後再掃一點點出來 就在中間的位置 小一點的位置 然後引開 記得我今次會試用這個 橙橙的顏色 香檳色 看到嗎 對了 在這裡 打開燈 沒有啊 因為我的燈 今天壞了 所以變成沒有燈 我已經去了一個光小的地方 很多化妝給大家看 打開燈 你打我一下 回來 登 滿滿意 這隻香檳橙呢 我覺得蠻漂亮的 因為不是經常遇到這隻橙橙的顏色 這隻橙色呢 是橙得來有一點點古銅色的感覺 我覺得最適合現在呢 剛剛開始入春 春天啊 賣向夏天的方向的時間 然後呢 橙汁就用完了 這樣呢 我喜歡用這個啡啡的顏色呢 在這個眼皮位 你們可以躲起來的時候呢 用這個眼皮位 輕輕來掃一條線的 我自己呢 因為雙眼皮位呢 因為雙眼皮位呢 就不是很闊 看到嗎 在近眼皮位呢 送了一條線 在貼近眼的位 是不是有些不同呢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有什麼分別嗎 哈哈 現在呢 這次呢 會有些不同 我想呢 在那個 眼的 塗下啡色的位置之後呢 再加 這一隻 淡一點肉色的皮膚 在這個 下眼線 不是下眼線 才畫了一點粉色的 再畫一陣白白的 在下面 這樣呢 雙眼就會 大很多 圓很多 下眼線 其實也要的 因為這些位置呢 比較白一點 嗯 太深色了 接著呢 就來到 我就會用這個 唇膏 唇膏 我平時喜歡這樣 但由於今天 我要和大家化妝 就是 淡淡的眼妝 然後再加一個 小色的唇膏 那 我想唇膏 先潤一點 因為如果這樣 只塗這個唇膏 就會很乾 接著用這個 通常呢 我第一層呢 就先上來不要 因為 近看一點 其實 不然很均勻 好了 那我就輕輕的上去 令到唇膏 均勻一點 和飽滿一點 因為我今天呢 想 有些不同的效果 所以呢 我就會擦兩層 那這個顏色呢 如果塗了唇膏呢 再塗上去 感覺呢 這個顏色就會實一點 還有再出一點 還有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如果有時候 臉比較乾 但是呢 你又想做到 有光澤的感覺 可以這樣的 把唇膏 放少許在手上 那當然是適合自己的唇膏色 把兩個 這個呢 是快捷捷衝的方法 就是在臨時 如果你不記得帶胭脂 或者是外出 不記得帶補妝的方法 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在這些位置 看下去就會更光澤 還有一些白的透明的效果 因為唇膏呢 它本身有些光澤 還有滋滋一點 那當然啦 如果唇膏是大紅的話 你就要可能把它混合少許 唇膏 這樣之後呢 就可以 就可以有那個光澤感 好啦 早安啦 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拜拜